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这句话用在17岁中专生江萍身上 真的是再适合不过了 未出名之前 家里的父母都在外打工 姐姐也在外上班 而自己更是只能度中专 一出名之后 什么流鬼蛇神全都冒出来了 真的是人情冷暖 一夜看尽 这两天 17岁中专女生江萍获得阿里巴巴 2024年数学竞赛第12名的好成绩 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 而江萍本人也被众多网友 推上了神坛 很多的网友都感叹 江萍真的是被埋没了数学天才 江萍为何没有被大学破个录取 江萍为何只能读一个初中生 然而面对这些疑问 我更感叹的是 一名17岁的女生 一夜之间就看尽了人间冷暖 因为在江萍成名之后 缅水中专的校长对于他的呵护 那简直是拿在手上怕碎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 缅水中专的名头就是靠他一人打响 而江萍老家附近有一家酒厂 也因为江萍出名 董事长亲自上门给了他们家5000块问问金 并且还送上了两只金牛 另外据当地政府称江萍家门前的土路 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那种泥巴路 马上就要硬化成水泥路了 可以看出真的是硬了我国那句古话 一人得道 鸡泉升天 江萍在现实中的经历 犹如书上泛尽重举的翻版 泛尽在没有重举之前 只是个穷妇儒 要受尽岳父的脸色 受尽灵里的嬉笑 甚至于那些土乡豪生 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 然而在其重举之后 各地人员都是对他赞赏有加 甚至连他的胡屠夫岳父 都称他为文曲心下饭 而各地豪生更是送钱送房子 毫不离惜 甚至称之于为同袍 可以看出这样的现实 真的是让人感叹 人间冷暖就是如此 而江萍在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 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一些网友声称其版书有问题 还有他的数学老师也跳出来说 他初中的时候数学成绩一般 但是面对这些质疑呢 人民网也亲自出来说 不要轻易的毁神造神 给予这位17岁的女生 更大的发展空间 而他的数学老师 王润秋也说说 决赛比出赛难很多 如果在学生中发挥私利 希望各位网友轻喷江萍 我个人认为 江萍这名女生 我相信他绝对有一定的天赋能力 只是以他目前的年龄 目前的所学知识 还不足够其支撑在数学领域 搭放光彩 因此我们网友不要过度的去追捧 也不要过度的去质疑 而应该给其时间 让其自由再度成长 我相信当江萍再过几年之后 绝对会成为一名数学领域的专家人士 现在看 isn't an 不幸的 求静 不能用 就行 Channel 鱿 感谢观看